我将Deepseek接入到了Cloud Code当中使用 不仅能流畅体验目前最强大的AI编程工具 同时还将使用成本降低了90% 现在就为大家分享这个方法 让你绕过官方限制 将Deepseek, Gemini, Glock等任意第三方模型 接入Cloud Code进行使用 第一步,安装Cloud Code 首先还是需要将Cloud Code程序 部署到我们本地电脑上 Mac和Linux系统的安装非常简单 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 怎么在Windows电脑上 不通过WSL部署原生的Cloud Code应用程序 前提要求是在我们电脑上 已经安装Git和Node.js这两款软件 还没有安装的需要先前往Git官网 下载Git for Windows 64位的这个安装包 安装时注意需要勾选GitBass这个选项 其他全部选的默认设置 一直点下一步安装完成即可 Node.js的版本需要在18.0以上 同样我们可以来到Node.js官网 下载Windows64位的这个系统安装包 全部选择默认选项进行安装 然后打开PowerShell命令窗口 输入一下这两个命令 就可以查看到Node.js和NPM的版本号 这就表示已经正确安装无误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行命令 安装Cloud Code的主程序 安装成功后输入命令 Cloud Version就可以看到它的版本号 如果遇到PowerShell无法安装脚本 执行策略等方便的包错问题 需要以管理员身份启动PowerShell 运行一下这行命令 然后就可以正常运行Cloud Code的安装脚本了 目前安装的Cloud Code还不能直接使用 还需要配置环境变量 接入国内直接可用的API渠道 我们打开这个中转API网站 注册登录进来以后 在左侧找到API令牌选项 点击添加令牌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令牌 名字随便写一个 分组选择 user 分组 或者用默认分组 user分组的价格便宜一半 但是支持的模型较少 额度设置为无限额度 有效期选择永不过期 最后点击提交 就会得到一个专属你自己的API令牌 在后续我们都要用到它 复制设置环境变量的这两行指令 需要把其中的SK制服 替换为你自己的API令牌 粘贴到mini窗口中 回车键运行一下 设置系统级环境变量 需要以管理员身份 启动mini窗口 运行下面这两行指令 然后再使用Cloud Mini 就可以启动Cloud Code程序了 在这之后 您需要选择主题 确认安全须知等 全部回车键默认即可 随后就可以开始用了 随意输入一个问题 它就能给出我们答复 但是现在使用的 只能是Cloud的模型 怎么才能使用 其他的第三方模型呢 那就需要通过 Cloud Code Router这个开源项目 这款工具 可以将Cloud Code的请求 发送给其他任意的模型 并可以自定义设置请求规则 按需分配各项任务 通过这项代码 就可以将Cloud Code Router 部署到本地电脑上 然后需要创建或编辑一下配置文件 默认是保存在 C盘用户文件的这个路径下面 打开Config JSON文件 你可以将我的这个配置信息 全部粘贴进来 只需要将API替换为 你自己之前生成的API令牌即可 配置默认使用的是 Gemini 2.5 Pro这个模型 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更改为其他模型 配置更改完成后 在终端命令中运行命令 CCR Restart 这样就重启CCR服务 使配置信息立即生效 然后再运行命令 CCR Code 这样便可以启动Cloud Code 并通过Router 拦截并转发你的所有请求 你可以在任意文件夹下 打开终端 启动Cloud Code 这样程序就运行在了 我们的项目文件夹下面 同时你也可以在 Cursor VS Code等IDE软件中 通过终端工具启动它 实现IDE工具 与Cloud Code的协同工作 让它写个代码根本不在话下 通过智能路由和灵活的模型选择 您可以将昂贵的API费用降至最低 尤其是在处理大量自动化和后台任务的时候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